这支钢饼 一看就是高级工匠的手工定制 老货 这工艺 那叫个精致 收支宝贝得花不少钱吧 你猜猜 怎么也得万了八的 相赚呀 便宜 你小姑娘不懂行 她自个儿报的价 我算是白捡的 你可捡得大便宜了 这笔要是碰到实货的 一转手您能赚不少钱 那是 这个是个稀罕物啊 好户 现在 能做这手工钢笔的老师傅 都隐退江户了 我这要是转出去 那就回不来了 我可舍不得卖 有道理 老板 这个钢笔 我能看一下吗 姑娘实货呀 这钢笔您开个价吧 这是我的私藏品不卖的 您要是喜欢的 我拿着 您可以多看几眼 这笔我真的挺喜欢的 我是诚心想买 您就开个价吧 我都说过了 私藏品不卖 其实不瞒您说 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是一个小姑娘 拿来卖给您的吧 她是我妹妹她不懂事 把她给偷出来了 这笔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希望您能把它还给我 价钱都不是问题 有编故事了不是 这是我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那就是我自个儿的 你们上别处看看去吧 老板 你干什么 你 你先冷静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放心吧 这只笔我一定给你弄回来 你先在外面等我一下 姐姐 开门 我不开 你开不开 不开不开不开 我绝不开 我今天要是不打你一顿 我就不是你爸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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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田田已经知道错误了 田田 下次不可以这样的 妈妈要讲你的 都是你管坏的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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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好嘞 我许可去 老公 又布 最早就饿了 要哪儿 你 还要是 哪儿 你 他怎么还不出来呢 那个老板那么固扯 你怎么拿到的 求我呀 我就告诉你 好好好 我说 在韩奶奶案例里是你先教我的 首先呢 谈判的态度要诚恳 要真诚 其次呢 就是这支钢笔 你跟那老板都想要 那就是稀缺子愿 所以要等价交还 明白了吗 怎么还不死心啊 又来了 别别别别 小伙子 我可受不起 这笔呀 我真是不能卖 老板 我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我女朋友的心情 这支笔呢 是她母亲送给她父亲的唯一结婚纪念品 同时呢 也是唯一的遗物 是遗物 对 在我女朋友十四岁的时候呢 她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父母 这支笔呢 也是他们留给她唯一的东西 这代表着无价的亲情 既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能随随便便拿出来就卖了呢 这不是她唐妹不懂事吗 偷偷拿出来卖给您 您对那女孩还有印象吗应该 那孩子 看得确实不大靠谱 可我得到这稀罕物也不容易啊 凭你三言两语就让我放弃 那太有点儿 我看您特别喜欢这样的钢笔 正好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国外里玩收藏 如果您喜欢的话 一年之内 我可以给您寄十支不同的钢笔回来 但是您必须要答应我帮这个忙 这上面是我的电话 还有我的姓名 如果您还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签个合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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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我们玩古董的 开人门营业 那就生意 但私底下最看重的还是情意 对 我看您是个有诚意的实在人 我呢也不是那尽力妄意之人 这支笔 我是什么价格拿的你也知道 这样吧 你原价拿回 你说谈判这东西都是你教我的 怎么这次又犯糊涂了 这都是谈判的常识 你说得对 这次是我太急了 如果平时谈判失败了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这次钢笔要不回来 我是真的接受不了 不过呢 刚才你着急的样子 真的是特别地可爱 我都急死了 还笑得出来 多好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真实的你 比平常你那假惺惺的笑容好多了 菲总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家了 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你这就要走了 我 那你还想怎么样 以身相许 就是我 你…… 我刚刚对你有一点尊重 你别这么快就挥霍了 好好好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意思 刚刚为了 把你拿回那支钢笔 差点被人做干爹了 你现在说走就走 我走了 菲总 干什么啊 那 不然我请你吃顿饭吧 地方你挑 我谢小飞是那种一顿饭 就能打发的人吗我 那 你不吃就算了 我走了 别别别 我吃还不行 我吃 天宇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天天打给我了 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当你找到了吗 能找不着吗 怎么哪儿都有你 已经找到了 找到就好 我们走吧 把你爪子拿开 谢先生 你可以不要这么没礼貌吗 谁没礼貌 她是你女朋友嘛 你就随随便便碰她 你不要跟我吃饭吧 走 刚刚刚比是菲总帮我找到的 好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 你 如果菲总不介意的话 我带你们去 我介意 我特别介意 她欠我一顿饭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呢 谁稀罕跟你吃饭 菲总应该不知道 我跟薇薇认识很多年 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可以说她的事就是没事 所以 她要感谢的人 我也应该要感谢 不是 是吗 问你是不是 天宇介绍的餐厅 应该是不错的餐厅 行 你这个蠢女人 菲总 薇薇 我送你回去 等会儿 谁允许你回家了 你不准跟她去吃饭 你答应了跟我吃饭 不准走 我要跟你享受二人世界 菲总 您可能不理解 二人世界的意思 你别在这儿给我上课 我就是要跟你二人世界 可是天宇毕竟是我的朋友 这样对他很没礼貌 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 你别老抓她行不行 我还没抓呢 你要不要你这张脸 看 看不出来我吃的醋是吧 菲总我不明白 你 你喜欢童威是吧 我告诉你 我谢小飞也喜欢童威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不不不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欣赏你的直接 奉陪 你们两个别再拿我开玩笑了 行不行啊 天宇 我跟你的关系 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还有菲总也是 我相信我们都是 普通的合作关系 从今以后 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 我想走了 我送你 都不用了 都别跟着我 你喜欢童威是吗 我告诉你 我谢小飞也喜欢童威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我感到无不不不跟着我 我给你付出来了